端午節即將來臨 中和青商會舉辦一系列活動 綜下幸福 散播歡笑 散播愛 現場提供香包100份 讓家長與孩子們 可以一起體驗香包DIY的樂趣 一針一線認真縫製自己的造型香包 有的孩子是第一次體驗這樣的活動 讓他們玩得不亦樂乎 也都興致勃勃的 想要介紹自己的作品 因為小朋友從來沒有體驗過包香包 然後包粽子這個活動 我覺得今天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我今天第一次包香包很好玩 那這邊 今天包那個香包做那個狐狸 很好玩 包很久 香包DIY體驗結束後 接下來還準備了 共1200份的肉粽 讓爸爸媽媽協同孩子們 一起拿起粽葉 包著自己的肉粽 孩子們專注在眼前的美食 彷彿忘記天氣的炎熱 而難耐豐富又香噴噴的內餡配料 有的人已經等不及 偷偷先嚐起來了 立法委員羅志正也到達現場 捲起衣袖 與家長孩子們一起包起肉粽 表示活動對於促進社區的和諧 是一大助力 也能讓孩子們更了解國家的傳統文化 將會純利支持 我想在端午節的前夕 我們很高興也很樂意來一起參與 中國青商會所舉辦的 《綜夏幸福範博範愛》的一個活動 我想這個對於促進社區的更加和諧 而且讓小朋友 瞭解我們傳統文化 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 所以我們也全力支持 把包好的粽子拿去蒸 孩子們終於能夠享用 自己親手包的肉粽了 歡慶佳節 建議家長多帶孩子們出門走走 參加地方活動 減少宅在家中 盯著3C產品的時間 也能藉此機會促進親子關係 專家新聞 張家茲中和報導